既然這件事會維持兩、三年 你怎可以說 人永遠都沒有社交活動 沒有出來外面散心 我們要想辦法讓這些事情開始正常化 通常是幾年 以至要過幾年之後 譬如兩到三年之後 有七、八十百萬的人口已經開始有免疫了 流行才會停止下去 大流行就是它的意思 1918年那時的死亡率是4到5% 很厲害 但你看這次我們都已經說 最低是1%多 最高是3%多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情況 比1918年有什麼分別 沒有分別 我覺得香港有一樣做得不足 就是應該四個星期前已經可以做 沒有在不同的18區裡面 是做多些測試的 基本上走去政府門診去看病的人 應該已經接近起碼有二、三十% 是因為普通的雙風級流鼻水發燒的 那為什麼不可以先檢驗那些呢 據我所了解就是 每天從那裏送去的樣本是很少的 這個要搞清楚它會發生什麼事 就算真的有這個藥 你連口罩都拿不到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拿到這個藥呢 到時全世界都搶的 口罩這麼便宜的東西 我們都搶不到這麼新做出來的藥 我們是不是可以拿到 所以我們不要有這個不切實際的幻想 做好我們的保護防疫措施 最重要 我們應該有出街 去公園行 同樣有社交活動 但是不要不做好手衛生 不要不戴好口罩 隨著我們如果能夠維持28天 一些本地的個案都沒有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可以讓大學生上學 然後中學生上學